我的问题会是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没有更舒服的方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一期博客 我是志飞 我的频道是小瓜Chinese 这位是苏青 她的频道是LazyChinese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好 苏青 这一期我们要说什么 对 因为上一次我们说了一期 关于躺平的话题 然后呢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我们应该不应该有 更高的人生目标 应该 不一定 一定要 不一定不一定 好 所以这个话题我跟苏青 想法不一样 我觉得要有 高的人生目标 达到和达不到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当你有一个很高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你要去哪里 这个目标呢 也会要求你更努力 然后你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 当然啦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 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不可以 我的意思是 有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 会帮助到你 好 我 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所以我其实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 我没有太高的人生目标 我觉得我对生活的要求也很低 我也不需要太多的钱 我也不觉得我需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很成功的人 我觉得 我的肃清可能就是 我没有很高的人生目标 但是自己又特别努力 然后再做一些事情 就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都有在想要 做一些很好的事情 然后帮助别人学习中文 只是我说 嗯 我要帮助他们 我要帮很多人 你就是 哦 我很懒 我要休息一下 但是你有在行动的那种人 对对对 是的 我在做 但是呢 也是因为 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方向 那如果是五年前的我自己 我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 我不觉得我必须要很努力 我努力什么呢 我没有方向啊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找到了我的方向 我反而觉得 我不需要告诉我自己 必须很努力 嗯 好 对 对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目标是什么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但是他不会困扰你吗 就是 完全不会 哦 你是在一个 OK 我知道了 肃清你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就是 你 你不是说有一个压力 逼着你要做这件事情 而是你已经很有前进的这个动力 所以是很快乐的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 是的 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嗯 我时常觉得就是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它是给可以给我带来足够的钱的 然后呢我觉得它是有未来的 嗯 但是呢 我不会觉得说我要更努力 我要让我做的东西 马上变得更大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懒的人 好 我 我苏清 我觉得以前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态 就是 我也觉得我不需要很多钱 我觉得我很快乐 我快乐就好 我享受我做的事情 我有休息的时间 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后来呢 我选择了 我想要做一个课程出来 对吧 然后呢 我发现了一点 就是我很不适合一个人做 对 所以我很早就发现 我一个人做 我会很不开心 我是那种 不是说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的人 我有自己很擅长的事情 但是也有讨厌的事情 那如果我很不喜欢做 那比如说Admin 对吧 就是Admin中文是什么 管理 不是管理好不好 文书 Paperwork 我不知道 对对对 在中文很难找到一个词 大概就是一些 我知道 7788的杂事 7788的杂事 行政 对不对 行政 对 对 所以我很快就发现了 我不适合 而且我发现了 我是一个有些事情没有这么细心的人 就是我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我的大脑有很清楚的 我喜欢什么 我很喜欢 然后我可以可能我可以一直想一直做 可以做16个小时 然后我明天继续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子的 我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一个人工作 我很适合一个团队 所以呢 对 可能是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一点是不是不同 因为当你需要一个团队的时候 你选择了别人帮你的时候 你选择让这件事情做得更快 让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你也选择了你要承受的东西 就是你要接受的责任 那就是你需要给他们创造收入 你需要管理 我不是很喜欢就是management 就是我不喜欢manage people 我喜欢lead people 就是我可以带你们一起 我们一起往前走 对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以后 我就没有这样子的心态了 所以我就 对 我选择了这个 我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因为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是我身后的人 我们一起 对 我们的一起的未来 对 明白 对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目标 因为你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 然后你需要给团队一个蓝图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要走的方向 这是我们可以达到的成绩 对 那我就没有目标 因为我没有团队 但是 但是我觉得即使是这样 有一个目标也很好 比如说我 我这里有一本书 是我最近 不是最近 是以前看过的 正好跟这个话题有关系 我告诉你 这本书 是这个 10x is easier than 2x 对 它说的是呢 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高的目标 让我想一想 怎么解释这本书 就 当你有一个 它的想法是 当你有一个很高的目标的时候 你达到它的方法 少很多 比如说你的目标 就是进步一点点 你有很多方法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声音 对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高的目标 达到它的方法很少 那你很快就知道 哪些方法 它其实是噪音 它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 它会给你一个方向 它的意思不是说 每个人都要10x 你一定要10x 不然你就是loser 你不行 而是 它可以把你的想法 带到一个高度 就是 它 它可以 对 就是让你想到一些 原来要这样子 哦 原来 需要这样子 才可以10x 然后你很快知道 哦 如果我没有一个很高的目标 我不会这样想 因为 哦 我很舒服 我可以做一点点 或者是我做这个也可以 做那个也可以 所以 它其实会给你带来 清晰 嗯 OK 这个我喜欢 嗯 好 我明白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不是有很低的目标 我就是没有目标 然后 我觉得现在 我不管做了什么 我都觉得 我很棒 因为我没有目标 对 我现在所有做出来的东西 都超过了 我想要做的东西 嗯 很好 感觉也是很好 对 我还是 我甚至有点羡慕 你现在的状态 就 对 但是肃清 我觉得你的状态 可能不能代表 所有人的状态 和他们的情况 因为 你是 虽然你没有目标 但是我感觉 你是自信的 就你知道 你相信自己 但是 很多人 他可能 都不自信 他甚至不相信自己 可以去做 所以 我 比如说 比如说 fluency in Chinese 对不对 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对很多人来说 他就是10x 他可能想 我学一点点吧 保持现在的水平 然后现在的水平 可能是初级 初中级 有很大的空间 他们觉得 我要一辈子 去做这件事情 我这辈子 可能也不能 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所以 我对于我的学生 就是 你可以10x 然后你可以 用10x的想法 去想 那你会知道 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没有那么多 那他会告诉你 什么方法是好的 有可能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对不对 必须是 好的 好的 OK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 当一个学生 想要学习中文的时候 他想的不是说 我要进步一点点 我就是要达到 流利的水平 对不对 我觉得每个人 都会 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 都会受益 不管你是谁 就是你相信自己可以 这个没有这么远 然后 对 你会遇到很多 不一样的困难 因为 肃清 它 是 跟智费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 比较懒 比较舒服的学生 那你可能遇到的问题 跟我的不一样 我的问题 有可能是 我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然后 我享受不了 这个过程 但是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 都 都会 因为这个挑战 而想 而发现 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会变得更好 OK 很有意思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 我的确是觉得 如果一个学生过来 告诉我 我觉得 达到流利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我可能需要花十年 二十年 那我可能会说 有可能你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记得 就是学英语 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那当然 学英语的时候 用的方法不太好 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 我 我自己没有 用很短的时间 学会一个语言 嗯 对 对 觉得 这个 这个想法 我完全 同意 我的想法是 呃 我觉得 你想要找到真理 你的第一步就是 you need to question it 嗯 就是 不是说 哦 我以前的经验 是这样说的 我身边很少人这样做 那我就一定是 根据这个 我的想法是 how can I prove you wrong like 呃 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 我就是不可以的 然后 或者我就是可以 短时间 达到一个很大的目标 可以怎么做呢 那 不一定 大部分人没有这样做 那就不对 所以 对 我会这样子的思路 明白明白 嗯 我觉得很好 这种思路 我需要学习 呃 但是我在想 学习语言的时候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 呃 我记得以前 Steven Creshen 他有提过 就是提出 comprehensible input 的人 叫Steven Creshen 嗯 是不是他 我忘了是不是 他提到的 就是学生 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他需要在一个 不那么 焦虑的状态 是需要在一个 比较放松的状态 嗯嗯嗯 对 所以我想 如果你把自己 逼得很紧 然后你就觉得说 啊 我必须要学这么多 这么多 那 那个时候 你的大脑 是更好的工作吗 对 这个是 这个也是 我想了 呃 一段时间的问题 嗯 包括我 呃 我的男朋友的妈妈 呃 他是一个 mindfulness 老师 我们都很喜欢 mindfulness 然后mindfulness 说的是 你在一个放松的状态 学习是最好的 嗯 学习效果 最好 所以 然后我会看到 instagram 有一个老师 他说 哎 你真的要定一个 很大的目标 还是你可以 不要有目标 嗯 对 然后 我的结论是 你要有那个 10x的目标 嗯 你要有 但是 在你每天的 学习的时候 你要专注于 现在 就是 现在我可以 进步一点点 意思是 不是说 你不要去 想跑马拉松 你可以 你很好 有一个大的目标 你想要跑马拉松 嗯 但是你跑马拉松的时候 不要想 哇 那个终点 好远好远 啊 我永远达不到 啊 太难了 你就看你的脚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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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知道你的方向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 呃 你甚至可以忘记它 你专注于现在 嗯 嗯 我觉得这个 很 嗯 它 基本上是两个极端 就是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会觉得 假如我有一个很高的目标 我要在一年内达到流利的状态 然后呢 但是我在每天的学习的时候呢 我又会觉得说 我要专注于我今天的学习 就是 我在每天的学习 如果我没有办法很清晰的看到我的进步 那我怎么去想象一年之后我可以达到流利呢 就是它可能还是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我 我想的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听懂肃清刚才说的 嗯 我想的是 你如果没有目标 你做什么都可以 今天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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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我不同意 我 我其实现在鼓励学生 我没有跟学生说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但是我鼓励学生你要有一个学习习惯 对 然后我告诉学生 你每天要努力听中文 然后你的目标应该是 每天的目标我们是有的 但是这个目标不是我要达到什么 这个目标是我应该做什么 好 我告诉我的学生 你每天应该听一个小时的中文 然后呢 嗯 对 我没有说你听了500个小时以后 你的中文会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会说你每天听一个小时 你 嗯 可能花一段的时间去每天听每天听 如果有一天你不做 你会发现 我今天好像还有什么还没有做 这个是我希望我学生能够达到的状态 嗯 也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对 对 对 我也会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非常聪明 这个是个很好的 呃 做法 对 所以呃 我觉得好像我们的approach 也没有非常不同 只是我鼓励 对 那对 就是因为你知道怎么学习是 嗯 是是好的 呃 那有一些学生 呃 我我说的是我面对的学生 大部分的学生 他不太知道 什么方法是最好的 他只是哦 我以前有过一个在线的一对一的老师 嗯 或者去过某一个学校 嗯 对吧 所以是是这种情况 对 那你的意思是说 嗯 你没有办法让所有的学生就是都去听我们的 如果我们刚才我跟苏青提到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呃guidance对不对 没有很好的方法没有很好的呃呃呃人去帮他学习中文的话 有一个很高的目标 他帮助你问那个目标相关的问题 嗯 这个是最重要 因为这个是你的思路 嗯 他不是说很多的这个目标你一定要达到 是他可以帮助你 哎 我怎么 我以前觉得我十年二十年才能学会中文 那如果我要10x 我又没有可能一年两年学好中文 那你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问题 它可以帮助你的是 哦 有可能我要学习怎么很高效的利用时间 有可能我要学习更好的学习方法 嗯 可是我没有 那怎么办 哦 我要去找人帮我 嗯 所以 对 对对对 然后你会想哦 呃 当然写这本书的作者啊 他们还写了一本书 叫做Who Not How 就是你要去找 不要去想怎么 而是去想谁可以帮我 比如说肃清 你教了很多年中文 那你可以 你可能跟我说两句话 可以让我很清楚 但是我自己想的话 我可能想很多好几个月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因为问了对的人 他在可能30秒就帮我解决了我几个月才能解决的问题 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我现在很好奇 嗯 我想总结一下 就是我觉得智飞的点是 当你有一个更高的目标的时候 你会因为有这个目标 然后去问很多问题 你会问自己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 对不对 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我的人生追求就是我要开心 那如果一个东西让我做得很不开心 可能我也会问问题 但是那个问题不一样 我的问题会是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没有更舒服的方法 对我觉得可能 可能最后我们殊途同归 我们选择的东西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在问问题 嗯 对 但是我的确是不太推荐吃苦 好像是不一样的角度 但是做法好像又是很像 最后可能我们得到的结论 可能是一样的 好 OK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嗯 下次见 拜拜 拜拜